14号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 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新修订的征兵工作条例日前公布 自2023年5月1号起施行 谭克飞介绍了这部法规的重要意义与创新 新修订的条例共11章74条 主要创新点集中在六个方面 一是健全征兵组织领导机制 强化党队征兵工作的领导 二是突出高素质兵员征集 建立综合考评择优定兵机制 明确以大学生为重点征集对象 优先保证高校毕业生和对政治身体条件 或者专业技能有特别要求的兵员征集 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可以再次入 并优先安排到原部队或同类型岗位 三是优化征兵体检和政治考核程序办法 四是改进新兵交接方式 将兵役机关送兵和新兵自行报道 作为重要交接方式突出出来 五是完善新兵简易复查和退回机制 更加注重退回新兵权益保障 解决退回新兵后顾之忧 六是加强征兵综合保障 推进征兵信息化建设 建立公民应征保险保障制度 加强征兵监督检查和表彰奖励 细化完善征兵违法行为认定和处罚办法 确保征兵工作 依法高效组织实施